外国媒体Financial Times 金融时报 在这边倒是写了一篇 我要请教一下韩冰 因为这个Financial Times 英国金融时报 它是引述台湾国安高层的人员的话 那么这个里面 你可以看到它的标题 其实是中国是以军演 然后是Alarms Taiwan 是什么 有的是翻译警告了台湾 但也有的是说 让台湾有警觉 有所警觉 都有这样不同的方法 那金融时报 它是引述了国安高层的话 说14号当天 中方36艘舰艇来25艘 抵近了24海里的临街区 那么解放军 有朝内陆方向发射两枚飞弹 意思是什么 我们刚刚其实看到那个画面 你看到东风飞弹了 东风15 但是你有看到它有把发射飞弹的这个画面释出 没有 一直是到今天金融时报 由习佳玲写的这篇报道 这篇文章当中才知道的 然后在这个里面 它其实还谈到了什么 它提到了说 中国在一天的大规模演习中 在台湾周围展示武力 引起台北的警惕 台北希望其他的民主国家 要对北京采取更强而有力的反击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说其实民进党紧张了吗 国安高层是要找外媒的记者来写这么一篇了吗 所以不要说是美国或日本都看到了 我们铺路爪现在也看到了 民进党的高层现在看到了 是紧张了吗 韩冰 我其实觉得 这种操作方式是很趣味的 也就是 如果这真的是我们国安单位相关看到的 那为什么国安部自己不公布 对 那为什么要透过习佳玲来做这件事情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然后 如果他同时也有发射飞弹 为什么不讲 我们国安部完全没有提及这件事 发射飞弹 那你说他接近我们24海里宁街区 国安部不讲 我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 因为很丢脸 因为我们过去 一直讲的是海峡中线 那现在海峡中线被人家没收了 国安部始终不针对这个问题回答 每次你问他就不答 可是事实上就是被没收了 现在人家接近的是我们的24海里 实际上也不只是 解放军这样认为 我们台湾国防部自己也认为 现在24海里就是我们的防线 他们现在就是这样认为了 所以除非解放军接近24海里 他们才会开始做一些动作 在24海里之外 他们现在大概就是用雷达监视 也不再做任何动作 那这个是摆明了 就是佩洛西来造成的最大的功劳 就是台湾的防线整个被压缩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国防部不愿意讲 可是如果他是像 中国大陆有四射飞弹 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 你当然可以讲啊 第一个展现给大陆看 我有掌握你的状况啊 第二个也可以增强国人的信心 表示大陆的一切动作 我们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那为什么不讲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奇怪 一件事情 而且除了习嘉宁之外 我没有看到其他的 就是媒体这样说 因为老实讲 你说我们的普鲁甲会看到 美军其他的基地不会看到吗 应该也会吧 对啊 应该大家都会看到 日本那边也会看到 对啊 为什么大家都不讲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听起来觉得怪怪 这看起来比较像是 习嘉宁在帮民进党发声 就是在督促英国政府 在督促其他这些 你们怎么还没有对台湾 施以援手啊 怎么还没有出来谴责中国大陆啊 那实际上 你说民进党政府希望其他民主国家 对中国大陆采取更强烈的举动 请问一下 人家有没有采取举动 有啊 这几天该嘴炮完全部都嘴炮完啊 那实际上有任何人来 或是有任何人采取 任何其他实际行动吗 基本上都没有 甚至蔡英文想要去 本来想要安排去英国访问 现在也都被人家婉拒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你觉得能够激起什么反应吗 我觉得真的不要想太多 蔡委员 那你的看法呢 不排除他的确有试射这个飞弹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就是在做港口的封锁作战 港口封锁作战最重要的都要进行反反封锁 因为反封锁 比如说美国日本船舰从外面要进攻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的作战的对象就要向外打吧 对 那向外打的当然这是向大陆方向打 这种短程的反舰飞弹 这可能性在军事上是说得通的 那只是为这个消息谁喂给这位 亲民进党的记者呢 应该是蔡明燕他们 应该他们喂给他 但是目前大陆上没有说 有没有这么做等等 第二个有关于这个国际上的支持 国际上什么支持 要派军舰来绕行吗 他怎么敢 刚刚结束演习了以后 东部战机就邀请各国五官 欢迎参观英国的请你来 对 来看完以后说还敢不敢啊 不敢了嘛 以前以为是 每一次过去解放军之后 揉揉不动 没想到说原来是通过了解放军 操作全盘给你看 对 就是你来得了走不动走不掉 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嘛 让你知道就表示友好嘛 就是说哎呀 我们最好不要开打 那如果你来的话 要应来的话 我也能够应付你 所以蔡委员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应该是有在发射着飞弹 而且就是诚如这个报道 这军事上是合理的 刚开始有人会觉得说 他干嘛不往台湾打 往外打 因为他担心的是当你在做这种封锁作战 因为这一次叫做科目山嘛 第一科目叫做进攻 第二个叫包围 第三个叫做封锁 那这一次很明显就针对港口嘛 所以针对港口的封锁的时候 有一种可能就台湾要往外打 那这个时候他是对台湾岛上打 一种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美日 或者台湾军舰刚好在外面 要从里面要来打在 挡在港口中间的那个什么 解放军的一些舰队嘛 所以他练习的从这个中间往外打 这也是合理的 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他15、16号去了福建考察 他强调建设好两岸融合示范区 也促进两岸文化交流 要增进台湾民众的民族文化与国家认同 好这个表态非常的清楚了 还是希望两岸之间要有更多的交流 可是民进党政府 现在哪有要交流 他连个黄飞鸿花生他都要挡啊 不准进台湾呢 还要你带进来的话他要抓哦 来老师 我喜欢黄飞鸿还有酒鬼的这个麻辣花生 每次去就带一起回来 真的是 现在都会紧张啊 你说会不会这个被拦下来说这个要没收 好好笑这是 不过各位 14号是联合历见 2024B的13个小时演习 15、16号习近平就到福建来 就调研 然后呢 特别还到了东山岛 他谈就是两岸融合 因为福建提出了两这个敏台融合的方案 这是习近平第一次谈 而且是认可支持福建提的敏台融合方案 可是他在谈话当中也谈到了 也就是国家认同 文化认同 跟民族认同 演习这个事情 你觉得最后是谁拍板 当然是台湾小组的组长嘛 然后呢 隔一天他就到了这个福建来 可是他谈的就是两岸融合的问题 我觉得他的演习 当然就是针对反台独的 时间虽然短 但是军事很前面 意义很重要 可是呢 他连续来到他自己执政过的 非常熟悉的地方 在谈到两岸融合 可是也很关键的 在东山岛提出来的国家认同 你知道东山岛发生过两次战争 一次是1950 一次是1953 50年是共军打国民党军队 然后呢退守 到台湾来 那53年是在韩战的末期的时候 其实是在CIA的协助之下 胡连带了一万人去打了一天 那失败回来 从此之后国民党大概也不再谈 所谓的真正的反攻大陆的计划了 可是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对中国大陆对解放军而言 第一个在50年的时候夺倒 第二个呢 在53年的时候守倒 守住领土 这个讯息我觉得其实很清楚 也就是说他任何的动作 任何的行为都不是没有理由的 可是呢他把话讲得很和缓 但和缓中带有很坚定 你就是如果在你跟我同一个方向 两岸之间在同一个方向 是往中华民族 是往这个两岸融合 没有问题 其实我们可以继续让利 但如果你跟我不同向 那就会是反分裂国家法 我觉得反分裂国家法的第八条里面 其实是没有提到外部势力介入 他只提了四个层 这个四个层面 这个第八条是讲到了台独分裂 造成台湾跟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 即将发生导致台湾跟中国分裂的 重大事变 或者是和平统一完全丧失 当然造成台湾跟中国分裂的 重大事变 这个可以解读为外国势力介入 可是呢如果更清楚的话 在二十大里面他就很清楚的讲 防止外国势力介入 所以我觉得大陆还是会 会有一个架构 这个法律他会有 但是呢会不会这样子来修 我就不知道 但是呢的确确确 二十年前谈的东西跟在去年二十大 讲的东西呢 其实是有可以强化的空间 而你看到这一次的选举 跟他在福建所谈的话 都是针对两岸的问题 今天最后呢还是要由请教官 再次的跟大家推荐 这个非常好用的产品 我自己也很喜欢 它就是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 高防晒系数的凝露 非常的清爽 而且呢这抗紫外线非常的有用 欢迎大家能够多多的利用 我们的中天快点购平台来选购哦 并且还可以打CTI798 我的推荐代码可以享有额外的折扣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